平日來到鳳山台塘 假日花市人潮略顯稀疏 不過仍然不少民眾前來看花 只不過今年開始花價悄悄上漲 根據花市商家表示 平均漲幅將近一成 大概一種花 大概都漲了一點點而已 不會很大 過年大家都會想洗漆一點 現在因為煎花放的時間會比較短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會買蘭花 有的放兩三個月 所以現在大家拜拜 都會用蘭花的趨勢會比較多一點 店家也表示過年 民眾常買的本土銀六級蘭花 平均漲幅約20塊 將近一成左右 如果是進口 單價較高的牡丹花等品種 這看報價多寡 平均漲幅約一到兩成 雖然年節將至花價緩緩上漲 但仍然不影響民眾採購 光是這段期間 花市銷量就成長了三成左右 稍微啦 稍微啦 喜歡沒關係 也沒有啦 不會啦 你硬姐 為了過年要用啊 讓家裡添一點喜氣啊 如果說這個老闆娘 她已經認識很久了 給她買多 但是就是會平均那個價 你平常是要說10人5、6人買 你到過年青菜也Q3 我給三成出來 你最少也是差不多10人 最少七百的在賣花 過年期間來到花市提前備料 準備在年節期間禮佛禮組 對民眾來說比起花價上漲 心意最重要 下次來到花市買花 不妨帶上親朋好友 多和老闆保甘情 一同沾沾連結喜氣 曾經維持王商業高雄 採訪報導